大家反对是对的 我也不同意 为什么要分给他 我们家要雇什么有钱人家 拿钱不当回事 这 这简直就要做穷大方 我跟你说 别让你爸听见 你爸说了 廖敏是咱们张家人 就要给他一份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们呢 都不同意 不是 我二哥要活着 那这是廖敏 自然是我们老张家的人 这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我二哥都不在了 廖敏可能为我二哥 守寡一辈子吗 那之前不是都跟高飞 谈婚论嫁了吗 是啊 他怎么还能算是 我们老张家的人呢 我爸让他住在这个家里 行 算了我就不说什么了 可是现在分家产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这传出去 外面的人还以为 我们老张家人 脑子里边有问题了 就这么简单道理 谁都知道 这你爸不知道 让人急呀 不行 就算是我爸一分钱 都不给我 我也要坚决反对到底 哎呦 哎李 这事你怎么这么上心啊 我要是不上心 看着你们家的财产 踩着别人的药包里 我能不管吗 你这么热心的 站在我们这边 不会 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吧 我能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管住 你爸这个傻想法 保住咱们家财产 哎 元 你这话里有话呀 你是不是误会我什么了 误会 希望是误会啊 可自从分家这个事出来吧 咱们这个家呀 就一直暗流涌动 像拍电视剧似的 我虽然不经常回来 可是我知道 这个暗战 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你是不是想说 我要你们家财产呢 我不跟你说了吗 张家财产 我一分钱不要 哎呦 这个话 廖民也曾经说过 可是有用吗 架不住 我爸非得给呀 如果我爸 非得分给你一份 你真的会不要啊 你这什么逻辑 我都是为你们张家好 你怎么黑白不分了你 眼前的现实 让我不得不多几个想法 也许呢 你是想借着我们 把廖民这份夺回来 然后呢 你再通过我爸 得到那份财产 哎呦 李爷 我这都是瞎说的啊 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不过 我实在是不想 让你把我当枪使 远远 我这真心为你好啊 我没有你想那么阴险呢 你 你 你这让我失望啊你啊 哎呦你别急啊 你急什么呀 生气了 希望我说的只是推测 不是现实 不过有一点啊 谁想在我张媛媛眼皮底下 白占我们老张的一分钱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我说到做到 就是他 站住 警察哥们 啥事啊 现在怀疑你涉嫌一宗敲诈落索案 请同母会警局配合调查 警察哥们啊 这个人啊 他叫何玉梅 这个女人他非常的不地道 他是在冤枉我 你知道吗 谁冤枉你了啊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从我老公那儿拿了一笔钱 谁拿了一笔钱 脱什么呢 干嘛 哎 这 这 人赃俱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嗯 这还有呢 啊 这是我自己隔的钱 知道吗 这 你自隔的钱 你干嘛呀 哎 什么意思呀 这 这我自己挣 你走吧你 这我的钱 何玉梅 你干嘛呀你 爸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觉得太牵强了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廖敏他现在已经不是咱们老张家人了 他也没有这个资格分咱们家的财产 我说了半天 你怎么就是不懂的 啊 你怎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廖敏在咱们家的地位呢 他是你嫂子 人不能这么绝情啊 爸 我承认他以前是我的二嫂 可是他现在不是了 要不是因为他 我二哥能出意外吗 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你要是这么说可是没有道理了 你二哥要不是因为追你能出事吗 你现在怎么连这些都不愿意承认了 我就是不承认 爸 您别逼着我非得背这个罪名好不好 要不是因为他 我二哥怎么会打我 我二哥觉得心里内疚 他才会出来追我的 他要是不追我 我哥能让车给撞了吗 这笔账 就得记在他廖敏头上 所以你就不愿意承认廖敏是你的嫂子 爸 我是您的亲身闺女 对于您的分配 我跟我大哥没有任何的意见 可是 你要是把家里的财产分给外人 那我就必须得出来说句话了 扭论 这是荒唐逻辑推理出来的错误扭论 人不能为了钱 六亲不认哪孩子 来吧 我咱边吃边聊 来吧 老张啊 孩子的意见呢 你还应该听听 你想这件事情 全家人都跟你唱反调 你就应该检讨一下自己了 这事做得是不是不妥呀 你们就和起伙来演戏吧 轮着番的跟我掰上 你们心里的小啾啾 我心里都清楚 爸 那圣人还犯了错误呢 你又不是圣人 再说孩子呢 不能害你 咱们年纪大了 有些事情要考虑不周全 孩子在旁边 门儿清 嗯 对 我说李贵湘 你在这件事情上 是不是掺和得有点多了 你煽动孩子们 合起伙来跟我作对 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你把院子全送人 共也没关系 行不行 该给谁不给谁 我心里明镜似的 用不着你来指点江山 告诉我怎么做 行了行了 我不管了 我不管 行不行 李姨 李姨 爸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我们的劝呢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呀 你这样一意孤行 早晚会后悔的 等到老了 你动弹不了了 我就不信 那个廖敏他会来伺候你 我不用你们管 我动不了的时候 我自己上养老院 我不麻烦你们 我现在我还能动呢 你们就来威胁我 干什么呀 你别生气啊 爸 爸 爸 你小小伙伴 我去劝你 这个样子做得不错 对 这个比较压 这个就比较吃 张九丽和六家齐寨吗 我就是 有什么事吗 麻烦你们跟我走一趟 有个案件需要你们协助调查一下 好 我马上就下来 我说何玉梅 你真喜欢你 你体能折腾你 你怎么不折腾到天上去呢 你背着我 偷偷拿家里那么多钱给他们 你还有理呢 这都你干的好事 要不是你 我能陪人家钱骂我 你脑子里真浆糊了吧 你应该信这种女人不信我 这明明是他们设的套 你没看出来吗 我根本就没碰过他 什么人呢 你还冲我发火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开车 我回头 送我 我去 有个小的 也会 你把我当月人的 缓车 我把我当月人的 你让我当月人的 伯娘的 00年 我当月的 你没有 你没办法 我当月人的 这就没办法 你怎么办 我当月人的 说要拿走你们家钱了 我不是当着大伙的面 都已经表态了吗 圆圆 你还是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别在这浪费时间 我说了 我的身体不用你操心 反正你给我听好了 有我在 你想都别想 有没有你 我都得遵守自己的承诺 圆圆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那两面三刀的人 当着你面做一套 背着你面又做另外一套 我真的希望你能相信 我是一个对你坦诚的人 好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你那天在我们家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让你别多管闲事 别到处这样乱说 你可倒好 跑到我爸那儿去说 亮明 我告诉你 你再敢在我爸面前咬蛇根子 你别管我对你不客气 圆圆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可能是误解太多了 你总把我想成一个坏人 我告诉你 现在你怎么看我都没有关系 我所做的 都是凭着我自己的良心 我现在就是觉得 我们在一个大院里 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两个人是亲人 是吧 我总不能看着你 委委屈屈地过生活吧 谁委委屈屈地过生活了 我的生活是我自己选择的 干你什么事啊 我过得美满不美满 我自己乐意 你管不着 这是吃饱了撑呢 我看你是 张主任 我告诉你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 这明明是刘贾希栽张陷害 敲诈勒索我们 这事就不能就这样过去了 我一定要告 我告到他们老底坐穿 何玉梅 不管怎么样 你先跟我商量一下呀 这声道那么大 人也给抓了 还有可能判刑 你知不知道啊 你要人家刘贾希怎么办 我才不管他怎么办呢 他这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活该 我说你这人 还有没有人情味呢 你这心肠怎么这么硬啊 我心肠再硬 我也没有刘贾希阴险 我再重申一遍 我没有推他 我没有让他流产 他这是诬陷我 我要是说半句话话 我出门让车撞死 我吃饭淹死 喝水呛死 我不得好死 行了吧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能不能消停会儿啊 爸 您过来 您给我评评礼 这乔杰和刘家琪 敲诈勒索我们 管九丽要钱 说是赔偿费 九丽人老实 第一次给了他们三万 第二次给了他们两万 都瞒着我 我实在忍无可忍 我就报警了 结果九丽就怪我 说是我的错 您说这事能怪我吗 爸 乔杰确实找我要钱了 可 可这万事有的商量啊 不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吧 你想过没有 乔杰有可能坐牢 那坐牢也是他自找的 他就是个流氓无赖 刘家琪也应该坐牢 他们俩是一伙的 怎么回事啊 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呀 这事不是还没到 敲诈勒索的份上吗 张九丽 什么样才算是敲诈勒索呀 把你老婆孩子卖了 才叫敲诈勒索吗 一个流产就管我们要了五万块钱 这以后的名目还多着呢 你就等着嘛 我不 那乔杰他人呢 他也出所拘留呢 那可是燕红的弟弟啊 这怎么行呢 我跟你说这样行吗 你消消火 把钱还给你 别送他到监牢了 那好歹是拐着弯的亲戚呢 是啊 李姨 那三万块钱早就被他们夸光了 什么拐弯亲戚 吃了我的 就得让他们给吐出来 不然我跟他们没完 郭玉梅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郭玉梅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爸 不是我不饶他们 是他们死死咬住我们不放 叶华 张叔 九丽 你在正好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弟弟吧 好不好 是 他是混蛋 是他对不起你们 可是 我求求你别告他行不行 你先别着急 我们还没告他呢 可佳琪跟我说 说警察已经立案了 张叔 帮我求求请 你说着呢 那个 你就跟警察说一下 说这是一场误会 我跟警察都说了 这钱是我自愿给桥杰的 真的 张九丽 你脑子没坏吧 你怎么跟我叫往外拐呢 做事总是有一个是非趋直吧 我告诉你啊 你答应他们可以 我没答应 毕嫂子 这事桥杰是做错的 我们没想到他会这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看 他拿了你们多少钱 我们凑齐了还给你们行不行 谁放过他了 我放过他可以 但是刘佳琪 你承不承认 是你诬赖陷害我在先 玉梅 你是大臣不计小人过 大臣大义 你呢 就放过桥杰这么一码 你说说 真要是桥杰进了监狱 那桥杰父母还不得疯了呀 是 玉梅 我知道 咱们两个以前有过节 那都是我不好 我对不起你 可你千万别算在我弟弟头上行吗 我弟弟他还年轻呢 他要是蹲了监狱 那他这辈子就完了 我求求你了 你放了他 我说 你们怎么都绕着脸说呢 我 我真的没有再打击报复 这不是咱俩之间的事 也不是钱的事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刘佳琪 我现在只想问你 你能不能拍着良心说话 我有没有推你 有没有让你流产 好 我承认 是 我对不起你 我家赃陷害你 我冤枉你 一切都是我的错 请你放过桥杰 不要告他 你就跟警察说这是个误会 行不行 大家都听见了吧 这可是他亲口说的 何玉梅 你闹够了没有 这杀人不够头点地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我过分 玉梅 玉梅 你听我说一句吧 你看 人家该认错的认错了 该答应赔偿的 人家也赔偿了 而且把你的冤枉也洗清了 就算了吧 你现在赶紧陪他们去趟派出所 把这件事情摆平了 早点把桥杰给放出来吧 是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筹钱 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筹钱 就是麻烦你们两个 再陪我们去趟派出所 行吗 家琪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大伙怎么都在这儿啊 赶紧去吧你们 你们家那个不争气的 弄着干嘛走啊 去派出所 走 孩子 走走走走 我先去 去吧 我晕呢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咱们赶快 赶快扶你妈进来 妈 没事吧 玉玮 九令 这回真是对不住你们了啊 谢谢你们放过桥杰一丝 嗨 没事 也就是居留十五天 算是给她个教训吧 是 这个桥杰都是被我爸 我妈他们给惯坏了 你放心 这回这事 她绝对长记性了 乔颖红 咱们都是爽快人 我说句实话 你别不高兴啊 说 你这弟弟啊 太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了 你要是不好好看着他 迟早还得出事 这回幸会碰上我们家酒历 是个擅缠 要是碰上别人 早就把他给收拾 这我知道 你们呢大人大量 这样吧 一等桥杰出来以后 你们揍他一顿 没关系的 他从小就挨挨挨打 金 金总 那 走吧 对 再见了 行行行好 再见啊 再见 慢点开啊 杨猫处在杨身上 这店上的三万块钱 是你们家房促租的钱 加上我平时的一点积蓄 以后我不论做事 什么我都对得起 乔杰 你和你爸妈别在我背后 吱吱颠颠 乔杰她是你丈夫 那你管她呢还不应该吗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事 刘佳琪 你明天给她送两件衣服来 听见没有啊 正好是三万 加起来一共是五万 张九丽 你可够大方的啊 这笔钱正好是咱们金金学琴的 小半年的费用呢 咱们俩好好谈谈吧 谈嘛 只要钱回来了 谈什么都行 嗯 过了一天了你看 吃一个 自己喝吧 咱们俩离婚吧 真的 咱们俩离婚 我真的无法再忍受了 我跟他们撕破脸 我跟他们距离力争 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 这笔钱是咱们孩子学琴的费用 我要回来有什么错吗 是 我知道你是为这个家 为金金 但我真的是很累很累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我觉得 真的没意思 没劲 你是因为那个刘佳琪吧 我叫警察抓了他的老公 你在他面前跌份了 是不是啊 你真的是不可理喻啊 你以前不这样 你怎么会变得 这么蛮横无礼 唯利是图呢 我真的都不认识你了 你让我感到很陌生 你知道吗 我都不敢相信咱们结婚快十五年了 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算了 你吧 不可能 我不答应 你休想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情愿今生出户 我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了 啊 放过你张家 我不希望家里是永无宁任你知道吗 求我放过你 咱俩 咱俩结婚有快十五年了 我所有所有的身心都放在你和孩子身上 现在你要跟我离婚 求我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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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咱们俩结婚快十五年了 你这样天天地盯着我 你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吗 啊 你现在所有的满足和快乐 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楚之上 你知道吗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这样对你对我都很公平 就算对你对我公平 你就对孩子公平吗 我现在只知道 再这样下去 对我们一家都不公平 家里所有的积蓄 你可以全拿走 拆迁以后分的钱 你照样可以拿走一半 剩下的一半 我答应你 我会花在津津的身上 你满意了吗 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就算以后一辈子一个人 我也认了 你是铁定吗 要跟我离世吗 是 一定要离 好 那你刚才说的话 咱们今天晚上就回去 白纸黑字你给我写清楚了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 女儿一定要归我 要不然这回你别想离 我何欲梅这辈子 从来没有低声下气地求过谁 我更不会低声下气地求过你 这个世界谁离开谁不能活呀 没有你地球照样转 离就离 咱们明天就去把手续办了 谁不去谁就是怂包蛋 开车 开车 等会儿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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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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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长大了 我想自己睡 你一个礼拜才回来一趟 都不愿意跟妈妈一块住啊 翅膀硬了 嫌妈是不是 我跟你说 妈呀瘦了你爸的臭脚丫子味 还有半夜老打呼 不妈 菁姐 你不是一直想住大房间吗 这样 妈妈跟你一块住大房间 让爸住小屋子去 去 跟你爸说去 嗯 算了吧燕红 我最近店里生意挺忙的 再忙这可是终身大事 别的东西 那都得往外给的账路 我看你现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我都着急 你要不反对的话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行吗 哎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跟你说合适 合适的不得了 我跟你介绍这个老刘呢 他是我的老邻居 多少年了啊 知根知底的 人好 然后又特别能过日子 离婚了没孩子 跟你一样没牵挂 以后呢 你俩要是想要一个的话 那就再生一个呗 多好啊 啊 这个老刘呢 工作能力挺强的 然后呢 工作又稳定 啊 就现在像这种男人啊 打着灯笼都难找 嗯 就这么着吧 啊 我这两天我就约他 行吗 算算 别犹豫了 我给你定了 就这么着 啊 你等我电话吧 嗯 那就这样啊 嘿嘿嘿 你慢点啊 过去编挂了啊 妈 我今天跟廖民说了 他同意 哎呀 我呢 待会儿就给老刘打电话 嗯 尽快地安排他俩相亲见面 您等好了 这招肯定管用 哎 对了 嗯 老刘人嫂样的 神品特别重要 哎呀 妈 您就放心吧 这我不了解的人 我绝对不会介绍的 你说万一不好的话 以后不落埋怨吗 哎 是不是 是 哦 对了 妈 嗯 他们俩见了面以后啊 咱俩还不能闲着 嗯 咱俩呢得分头的啊 在两边给推多助拦一下 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我还得接着往下介绍呢 反正我想好了 嗯 在最短的时间内 得让这廖民啊 找着对象 老叔 出去了 您到时候不就好说话了吗 嘿嘿 你脑子快呀 这是要能成多好啊 对呀 妈我跟你说 不是我自己夸的 就老张家那几头蒜 绑在一块 他也想不出我 这么好的招来呀 对不对 事情要是真办成了 那他们得请我吃大餐 是 我跟你说啊 这要是出嫁了呀 廖民就成了人家的媳妇 对呀 这你张初就得想想了 这钱该不该给他 对呀 妈 我觉得我以后啊 还真是得听您的话 你说要不是 你想当初 早早地就跟我说 要跟廖民搞好关系 你说哪有今天 这么顺当的事 睡到渠成呢 要怎么说呢 没有永远的依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这两个在一起 这么一条河 就成了和谐了 嘿嘿 哎呀妈呀 你怎么 还凑起文台来了 跟你张叔学的呗 呗 欲望啊 就是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你说什么玩意儿 魔鬼 有点深啊 哥 你就借我吧 不是哥不想借你 贺文庆这事太不靠谱了 你怎么能把你所有的钱 都投进去 给他瞎折腾呢 不吃饭了 哥 他答应我了 出完这本诗集 完成了他的梦想 他就踏踏实实地 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也想过了 只要文庆能把心 收回到我们这个家 做什么我都愿意 说得好听一点啊 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说得难听 是狗改不了吃屎 他就这么一个迂腐的人 你认我怎么说 你们俩好呢 哥你别这样说他 他对我的好是真心的 是啊 他这个人啊 是有点迂腐 但他毕竟是我丈夫啊 你就当帮我行了吧 远远 你哥现在手头上所有的钱 都是公司账户上的资金 我手头上一分钱都没有 不是哥不帮你 我也不希望你 手头上那点过日子的钱 都打水漂了 这样吧 我来帮你想办法 既然是自费出版 那封面和设计 都由我们图文社来帮你做 至于这个印刷嘛 我下面还有些关系不错的印刷厂 反正就印几千本 在他们给我们合同的工期之内 顺便下场把它印出来 这样能省一大笔的费用 你就不用想着到处借钱了 怎么样 好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帮我想办法的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当然希望你好好过了 更不希望你去瞎折腾 我知道 这件好 好看 大方 还秀气 就这件 这件好吗 好 妈 你说的我都有点紧张了 这件衣服穿着 会不会显得我不够稳重啊 不 可好了 再把那头脸收拾 好 那我俩 哎 怎么样 我这 哎呀 咱家小敏呢 怎么看得好看 穿什么都漂亮 真好 哎 妈 那个 谢谢你跟燕红 这不应该吗 你爸把你当亲闺女 员出嫁了就生你了 看着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我们不落人 赶紧的找个好人家家出去 哦 妈以前的事都忘了 一切 重新开始 叶宝 妈 来来来来 老刘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家亲戚 廖敏 以前呢 在社外酒店工作 现在人家不干了 自己当老板开花店的 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 这是我们老邻居 老刘 是 时尚人 啊 坐下吧 来来来 喝点水啊 来 喝水啊 来 喝水 人家老刘啊 今天特地选了个这么有情调的地儿 是啊 多好 我们肖敏呢 人长得好 心眼也好 记着好 那什么 今天得进货 我还让人家给我留着呢 我去晚了 那人家就 就得等我 是 不好意思 那我得先走了 老刘 你们俩好好聊着啊 你们好好聊 我也得走 他进口必须我去 没有我不行 你们聊吧 你们聊 走 走 走了啊 走 好好聊啊 你好 我姓刘 我叫 刘卓壮 被 没毒 这个 乔晏洪这个人说话呀 他满嘴跑火车 可是我觉得他对你这为人的介绍 还真是非常准确 他说你啊 这个人很坦诚 有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说的对 还有咱们第一次见面 你就把这 就这样的事告诉我了 我觉得这是你对我的信任 我谢谢你的信任 对呀 这大家既然想相处 那就得已成相待吗 这个病啊 是以前的事了 我现在已经痊愈了 对 我不是随便乱来的 是被人家传染的 看着你 不像是那种乱来的人 你这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 谁没个过去啊